昨晚我们有1161宗个案是测试阳性的 当中有8个是输入性个案 其他都是本地个案 那些有做了变异病毒的那些 大部分都是Omicron 有小部分是Delta 但是即是怀疑 但是暂时都是未做完的 那在这个我们的个案里面 都是见到还有很多家庭群组的 新年前后的聚会 有很多都是十多个人的聚会 有很多都是一家一家人的确诊 而其他的个案 很多都是家庭主婦 或者老人家 退休人士 有很多都是没什么其他的关联 但是就只是去那些商场啊 街市那样 那所以都是呼吁大家呢 都是要 尽量减少外出啦 减少聚会啦 那如果是去买菜啊 或者去商场啊 就尽量少些次数啦 一次过买啦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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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